大家好,我是卉卉 今天一把豆角,一个洋葱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好看的作用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把洋葱先切成圈 把洋葱放到水里,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新辣味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放一点食用油 放入一克食用盐 把豆角放入锅里,焯一下水 这样焯出来的颜色不要脆略 而且营养不流失 焯个三分钟左右,捞出来控水 豆角稍微晾凉,切碎 放入大碗里 准备半只胡萝卜,先切成薄片 改刀切成长条 改刀切成小丁 放入大碗里 打入一颗鸡蛋 放入两颗的食用盐 胡椒粉 放入两大勺玉米面 一大勺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米油干面粉,这样子的菜糊就可以了 准备锅提前预热,刷上一层薄油 泡好的洋葱放入里面 放入菜糊 铺满之后,用勺子铺平 盖上盖子,小火煎两分钟 一面煎至定型,给它翻个面 最后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我们的洋葱豆角菜饼就做好了 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非常的香 颜色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好看 孩子非常的爱吃 里面加入了玉米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 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哟,拜拜